歡迎收看 我星球 我是蠟七何慧榮 他有看嗎 電視劇安家現在正在中天娛樂台熱播當中 而安家裡面演的其實是大陸的 防重經紀人工作類型的型態 至於台灣的防重工作內容又是什麼呢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永慶房屋 要來當一日實習防重 來看看台灣的防重工作內容到底是什麼 一起來看吧 開會了 最近幾天新出來的房源哪幾套 近十年來本區域的第一個新損盤 我在客戶幹房去了 我把這套房子重新設計裝修了一下 我要去交易中心過故 我需要的資料 一會我會列個清單發給你 三十年期最新基準年齡率 每個月工八千四百九十一塊六毛三 開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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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 已經在開會了 我是今天的一日實習防重 我叫蠟漆 學長好 新人 真準時了 我們正好要開會 在永慶的新人呢 都有一個專屬的師父 今天負責帶你見習的就是我 師父好 你好 我叫圖鎮紅 那我也幫你準備了 這是你的 好有儀式感 歡迎你一起加入我們 哇學長我剛剛一進來看到這一整面的彩帶 也太厲害了吧 我在想說我有本事去拿到它嗎 那作為一個新鮮人 我接下來有什麼要注意的事情 或者說我應該往哪個方向努力呢 好這一定沒問題你的形象非常的好 所以你只要相信公司的教育訓練 然後相信你自己一定能夠達到 在我的帶領之下 我相信三個月來一定會有一條你的彩帶 哇三個月 那這三個月當中我應該要做哪些事 這三個月裡面呢 你只要把你所學的做你擅長的事情 然後任何你不了解的呢 隨時都可以打電話給我 我的救星 沒錯 那首先呢我們在賣房子呢 我們一定要先了解客戶的需求 這很重要 依照他的需求的方向 要找到他合適的房子 所以無論任何特殊的房型呢 我們都能找到他的價值 把它賣給需要的人 所以有的時候遇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房型 對 比較奇葩的戶型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中就是安家陸具當中 其實它有一段我印象好深刻 它裡面其實就是有一道房子 有一間房子它是跑道房 跑道戶型的 你要從一個房間去到另一個房間 還要經過電梯啊什麼的 那間聽說擺了十幾年賣不出去 但是劇中的店長 房店長 真的是就把它給賣出去超厲害的 對 他還幫他的小朋友 掛滿了他小朋友的畫作 對 就是用故事打動人 對 其實特殊房型有很多種 包含我們在從業的過程 也有那個需要買賣兇宅的 也都有 對 像其實會買這個房型的客戶啊 他有些可能在預算上有一點限制 那另外他可能信仰的不同 他也完全不在意這些 所以房子就是賣給需要的人 剛剛講到預算上有點限制 有時候窮比鬼更可怕 主要其實是有時候你眼中的缺點 其實在別人眼中可能是優點 沒錯 這件事情我覺得觀念應該是要 先有正確的價值觀 是 為什麼會有一套房子設計成這樣 是這樣的 這套房子我知道 這套房子呢 是一個頂層的房子 他的鄰居呢 是開發商 買了上下兩層 就變成了一個頂層富士 所以頂層就只有他們一戶人家 本來是一個一室一廳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垃圾間 不是自己一家人用嘛 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一個房間了 但是每次要去這個房間 就要經過這個電梯間和消防通道 要走一個Z字形 就非常麻煩 關鍵是這間房沒窗戶 就一個小天窗開在頂上 房店長 從總部空間而來 那一定是整個我們 進營門店的真神啊 這麼剪輯的任務 我覺得房店長應該做一個表率 三個月之內 要是你賣出去的話 那我們就特別有信心了 這要不然的話 這業績不好只能怪十一不七啊 是是是 用不了三個月 房店長這麼有自信 那那我老公住哪兒啊 你跟我來 住一腳下啊 出門了 不是我老公住外面啊 您看完再說 來 別動別動 郭大夫 您看呢 眼不眼熟 還有這兒 好 這是你家 朱年畢家所留畫的 您兒子畫的 您可能都太忙了 都沒有注意到 你兒子的畫畫得這麼好 你從哪裡弄到的呀 那天幫你扔垃圾的時候 我在垃圾堆裡發現了這些畫 我們家爺爺奶奶 總是有扔我兒子的東西 我說了幾回都不聽 幸好你給撿回來了 所以吧 我覺得這個過道 其實並不浪費面積 它可以成為你兩個孩子的畫廊 你看多有意義 好坐下來看起來有模有樣了 好 但是接下來 我這邊有電腦 這邊有資料 那我要從哪邊著手呢 OK 那我們早上有一個客戶有上電 那我又把他的需求 稍微整理一下也盤點一下 那這個呢 先讓你看看 了解一下他的需求是什麼 換屋需求 住宅就是自住嘛 他想要大樓 對 有電梯的 大樓這個部分 他這邊還特別提到 這個勾選還滿細項的 學區他覺得還好 捷運還好 但他特別想要無障礙 對 他這邊有寫 就是有長輩同住 想要方便一點 對 好像很多人現在都這樣 對 你很細心 你看到他主要的核心需求 他是要無障礙空間 所以你看我們賣房子 我們賣的不只是房子 我們還兼負別人的人生 對 區域我們幫這裡幫他選 選台北市 選台北市 住宅他希望是能夠住宅 住宅沒錯 坪數的話他希望60坪以上 60 三房 總價的話不超過5000萬 一定要電梯的 對 然後屋齡這邊又寫到 他不超過12年 那土地坪數他有希望8坪以上 我們幫他設定一下 我們按一下畫面旁邊 看一下現在有多少物件 總共有5件 對 總共有5件 那他這裡會有說明說 在這個需求裡面有11項 這一個案子是有符合的 所以我們就按照這樣的順序 帶客人去看房子 應該有機會找到他喜歡的 了解客戶需求之外 我們要提供完整的行情資訊給客人 所以我們這裡有誠實房價報告書 然後也有一年內成交再上市的地圖 那如果產品符合他一年內成交要再轉售 我們一定要提供完整的行情 讓客戶清楚的了解 如果沒有提供造成客戶買貴的 我們最高要賠400萬 對 現在業界 業界只有我們有提供這樣的增房價保障 那這就像安家裡面那個店長 徐姑姑有提到的 房仲賺的不只是佣金還有良心 房子不光是房子 也承載了這一家人一輩子的幸福 我們賺的不僅是佣金還有良心 徐店長 你嚴重了 可是有沒有可能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我都幫客戶達成他的需求了 對 可是他可能還不夠滿意呢 有可能客戶百百種 他可能對自己需求 可能不一定完全了解 或者是他曾經有過不好的經驗 購收物經驗 所以我們無論如何 我們都是一定要做好準備 盡量滿足客人的需求 叔叔阿姨 慢點啊 慢點 王師傅 把車往前開啊 您叔叔阿姨這邊請 坐個車我吹心汗 我要喝熱水啊 這天要悶死人啊 什麼死了活了的 不吉利啊 你去買熱水 買熱水 師傅您好 這附近哪裡有咖啡廳啊 前面就有 好 叔叔阿姨等我一下啊 馬上就來啊 小心燙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有急事兒 那讓我先買一下 好 您行 謝謝謝謝啊 您好 給我來杯拿鐵 不要咖啡不要奶不要糖 好的 一杯拿鐵不要咖啡不要奶不要糖 這不是排開水嗎 老人就想喝口熱的 我一時找不到 行那我免費送你一杯吧 那不好意思啊 您沒事稍等一下 那個 給我來杯溫開水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謝謝啊 抽抽水來了 你怎麼讓我們等那麼久啊 都渴死了 久等了 這水是溫的 可以直接喝的 娜七 準時呢 是我們防重的基本禮儀 我們一定要比客戶呢 更早到現場 好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出發 欸 欸 上來喔 好啦 馬上換個裝 重新再出發 好 娜七 那我們現在 來到這個房子的現場 從剛剛知道客戶的需求 跟看完房子 來你看看 你要怎麼介紹這個房子呢 我應該先從 粗淺一點 就是剛剛客戶有一些需求嘛 很好 然後呢 先看一下 我覺得 近一間屋子應該會先按客廳 對 就是它的窗戶啊 像這個窗戶超大片的 對 就覺得採光就會非常非常的好 沒錯 這部分就是還蠻推薦的 除了採光之外呢 它整個的客廳 我覺得寬度也是夠的 因為就不會說 坐著沙發離店是太近了 很好 這樣子是很寬敞的 那整體來說 它的天花板也都已經 做好設計 自帶裝潢 對 等於是我帶著行李 就直接住進來了 很好 我可以不用再花裝潢費 因為這裝潢看起來都還很新 然後這裡面因為 剛剛有要求說樓層嘛 這邊是三樓 所以符合它的二到五樓 預算部分 剛剛我們在公司先看過了 是沒問題的 很好 然後跟長輩同住 無障礙空間 這邊也都是非常平坦 然後主要是它上來的過程 也沒有遇到什麼樓梯 很細心喔 對然後呢 房間數量 這邊是主臥 我們先來看主臥 大家來看主臥的部分呢 它這邊 一樣都是採光很好的 對 我們現在幾乎沒開燈 是 這樣就已經很 很透亮了啦 然後聽說這附近就是還有那個捷運 準備要 改 所以之後交通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對 然後這邊就是距離衣櫃啊 床這個距離也都很夠 然後呢 我們來看廁所 它這個主臥裡面有這個更衣間 還有廁所 那我其實有發現它的兩間廁所裡面 其實都有對外窗 那對外窗的話 就是比較不容易什麼 衛浴會發霉啊之類的 要照顧會比較容易 觀察得很細緻耶 你真的是新人嗎 哈哈哈哈 那要求三房 主臥一間 那邊有一間 這邊還有一間 好所以 這邊呢 剛剛是面對那邊的採光好嗎 這邊的採光也不錯 對 直接可以照進來 它後面是公設花園 花園 對 所以這個我還要再補足一下 就是花園的部分 那就是 因為周邊其實看起來 交通都是蠻方便的啦 所以住在這邊應該都是蠻加分的 所以去哪裡都很方便 雖然它對於這個交通方面 好像沒有說太要求 可是有一定是加分的啦 對 但是這樣啊還不夠 接下來我要教你啊 更細緻的服務亮點 是什麼呢 那首先呢 我們先要準備好我們的工具 重點放在我們的iPad 那另外還有物況檢查的部分 還有一些工具可以來做搭配 好所以我還要怎麼樣去加強一下呢 好我們有一些工具要先準備在手上 例如我們會準備iPad iPad裡面會有這個房子的所有資料跟細節 客戶隨時要問啊 我們就可以提供給他 像這個客人呢 需要有坡道平面車位 那這裡就有而且還有兩個 那我們要做的專業就是 關於這個窗框附近啊 最常會發生生漏水 所以我們要幫忙協助檢查一下 這四個角落 那買房子最重要的就是注重安全跟結構 所以我們會準備水瓶椅啊 在房子各個平面的角落啊 我們去測試 你看它的水瓶置中 所以沒有傾斜的問題 準備這個測距儀 當客人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實際的 丈量這樣的空間呢 讓他能夠知道說 這樣的距離擺放家具啊 會不會太短或者是剛好 他就可以有想像空間 那另外要提到的是說 我們剛剛有看到 你有講到很棒的地方 就是捷運站 未來的捷運站 但是捷運站呢 它預計在2025年才會完工 這三年啊 可能會稍微吵雜一點 那這個一定要跟客人講 是 因為我們要做好房仲 要賣好房子 要先成為一個誠實的人 先誠實再成家 我是徐文昌 我的體會是 想要賣好房子 想要賣好房子 要先做一個誠實的人 看來我的專業能力 應該是可以往上大加分呢 對所以 紅彩帶 指日可帶 今天真的是學到很多耶 不知道學長對於我剛剛的表現 打幾分呢 以你今天的表現 已經比很多新人 表現得都非常更好 好 而且你記得你一進門 就帶來客人的需求 他的無障礙空間 樓層 房間 然後還有坡道平面的車位啊 跟整個空間感 你都非常的講究 非常的細心 所以如果照你這種方式 把物件介紹給客人的話 其實滿意度會很高 成交機率也會很高 真的要打分數的話 應該至少要980分吧 百分幾分 1000分 哇 感覺是很高的評價 也信心大增 所以接下來 有機會轉行一下 開玩笑的啦 那非常感謝 今天有這樣的機會啦 所以來體驗一下 今天的 一日房仲挑戰成功 我是總部派了一個新店長 我叫房思琦 你把這個穿什麼 缺乏傳帶 我不穿 你好房子看看吧 你為什麼整天在辦公室裡待著 沒事做嗎 你是算盤嗎 撥一撥動一動 抱歉 許店長人呢 許姑姑上班時間 六狗去了 請留步 許店長 這是我設計的早會流程 你拿去看看 今天一日房仲的體驗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當然是 這個啊 整齊話應該要有默契 開玩笑啦 因為我發現原來房仲要的 不是只有口才這件事情 他的所有信賴感 其實都是從很多的細節而來的 嗯 那今天那個學長啊 給你980分 是不是太給你面子了 拜託那麼應得的好不好 因為我除了先看錄劇安家 有好好做功課 我自己也喜歡看了啦 除此之外 其實這一次的房屋資訊 我都會先做功課好不好 好啦好啦 那 嗯 你要給學長打幾分啊 既然他以1000分來做基準的話 我就幫他打1萬分 點滴之恩當泳泉一爆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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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